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谢谢 你还要点一下吗 市议会开议前 议长童子伟亲自把一朵朵 康乃新鲜花和红宝石软糖小礼盒 致政给在现场 认真监督市政咨询的全体市议员 谢谢 母亲节快乐 谢谢 这要拍照的事 以及认真备询的市政府环保局 女性官员和女性记者 向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致敬 刚好在我们议会的定期会期间 那今天是这个妈祖生 其实过两天是母亲节 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康乃新 还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小礼物 来送给我们的所有女性的议员 还没结婚的可以请她送给妈妈 然后我们官员的女性 我们也发了小礼物 来祝贺这个母亲节 我想五月是一个温馨温暖的月份 所以我们要表达我们诚挚的祝福 感谢我们全天下的妈妈 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丽的风景 然后也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支柱 所以我们表达我们最大的诚意 来感谢大家的照顾跟帮忙 那我们也会发给我们所有的记者朋友 然后还没结婚的一样 可以回去带给妈妈祝福 那也谢谢大家 对我们金融市议会的支持跟这个关注 议会方面表示 议长童子伟特地准备的红宝石软糖 有贵妇及糖果的称号 因为红宝石象征权力和青春活力 希望搭配康乃鑫鲜花 祝辛苦的妈妈们青春永祝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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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